这只好色成性的羊头怪 半夜三更来到羊圈 所有羊都朝同一个方向 仔细听着屋内传来母羊喘息声 等他完事后 羊群犹如受惊一般集体避让 而那只倒霉的母羊 羊腿发软 弹倒在地 咦 这是怎么了 眨眼间母羊临产 主人帮忙接生时才发现羊成精了 更诡异的是 小羊仔简直就是人形怪物 大花当下决定亲自照顾小羊仔 夫妻俩对他关爱有加 宛如对待亲生儿子一般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但失去孩子的母羊一直寝食难安 他每天都跑到离小羊最近的窗户下 歇斯底里的呼唤他的孩子 可每次都被主人赶走 万万没想到啊 一个不注意 小羊仔却不见了 两人焦急的四处寻找 终于在悬崖边 大花看到了那只母羊 原来母羊打算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家出走 大花立刻冲过去 把小羊仔拥在怀里 铁柱要脱下衣服 裹在孩子身上 他们抱着羊仔准备回家 完全不管母羊的感受 母羊在后面一边追赶 一边眉眉哀求 然而愤怒的大花却更加愤怒 夜晚 大花做了一个诡异的梦 梦见一群公羊死死的盯着他 大花心有余悸 母羊偏偏在此刻站在窗下 眉眉叫个不停 刚从梦中醒来的大花 忍无可忍 对着草地上的母羊 叭唧就是一枪 他认为只要母羊消失 孩子就永远属于自己 为了自私的占有欲 他选择把母羊拖到一公里外的草地上活埋 殊不知 他的行为全被躲到一旁的小叔子看到 小叔子很疑惑 嫂子为什么要把羊埋起来 而不是做成烤全羊招待他 直到羊头人身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 小叔子的三观被彻底震碎 殊不知 眼前的怪物 早就被夫妻俩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大花卉主一锅羊肉汤帮他泡澡 还经常陪他玩耍 但小叔子却认为羊仔只是一个怪物 只见他拽下旁边的绿草 递给羊仔 孩子刚要抓住 可男人偏要示意他蹲下 让他做出一只羊吃草时的姿势 哥哥看到后 立马抱起羊仔转身离去 弟弟决定唤醒哥哥的美梦 他要结束这场闹剧 只见他踮起猎枪 偷偷带着小羊仔出门 单纯的小羊仔 以为叔叔要带他出去打猎 子弹上堂后 他举枪瞄准小羊仔 准备解决掉这个怪异的孩子 与此同时 大花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从梦中惊醒 他着急的到处寻找孩子 当他看到叔叔正挂着羊仔 躺在沙发上熟睡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叔叔心地善良 最终也没舍得伤害孩子 一家四口也能和睦相处 直到这天 羊头怪再次出现 小羊仔像是有了心灵感应一般 甚至大人不注意 偷偷溜到室外 他惊呆了 看到和他一样 半人半羊的怪物 羊仔迅速跑回去 狗子却勇猛地冲上去 转头便领了盒饭 羊仔回家在镜子里面 看着和羊头怪相似的地方 心中陷入沉思 墙上那座群羊画面 让他更加确信 刚刚的羊头怪 才是自己的同类 淋淋边 小叔子趁着哥哥熟睡 就跑到厨房和嫂子开玩笑 原来外国人也喜欢吃饺子 遭到喝斥后 他又拿母羊的事情 威胁女人 搭花再三思量 最终决定瞒着丈夫 把小叔子送走 殊不知 铁柱带着羊仔 正在外面玩耍 突然一阵枪响传来 只见铁柱双手捂住脖子 鲜血 一直咕噜咕噜往外冒 而凶手 则是隐藏在后面的羊头怪 据说他是攀神 此次不仅来给他的女朋友 母羊报仇 还专门来带走自己的孩子 铁柱用紧身的力气 拽着小羊蹄 等大花赶到时 铁柱已经没了呼吸 他不仅失去了孩子 还没了丈夫 这部没有情节的悬疑片 内容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 不同于传统的精神俗套 用普通元素表达出忧郁 悬疑感十足